大家還記得之前我們訪問過的竹店三米三嗎 之前就了解過他們追夢的故事 這次我們不如就來訪問店主Henry 看看在日本開店有甚麼一定要做 其實在日本開店 到底是入場費要多少 或者門檻有多高 有沒有一些必要的條件 一個人拿紀念簽證 最少要投資500萬人員 到這個公司那裡 500萬就單純是場費 即是你的租金 可能是你請人的費用 或者其他比如宣傳費等等的費用 就是這個500萬的開支這個規模 如果不夠500萬的話 可能你需要請一個到兩個日本人作為員工 確保到有支出有收入和救援自己的人工 首先就是你要申請一個四具簽證 你申請四具簽證的時候 唯有就是靠你寫一份很真實 很詳細的一個計劃書 即是說打算做甚麼生意 你預計要花多少錢 你的年收入是多少 說服到日本的政府 那他就要先批這個四具簽證給你 你就拿著簽證過來日本 就會開戶口 拿在留卡 開公司 到你由甚麼都沒有 即是一間空殼的公司 變成一個有實際的業務 真正的難度就來了 就是你要找鋪位 日本人對於租鋪位 給一個外國人 其實是都相當保守的 所以變成都不是你選鋪 其實就是那間鋪的鋪主 肯不肯租給你 有了鋪位之後 到後面的工作就是 我想被找鋪位拿著鋪位 就是那個裝修的部分 日本人就很流行這樣 就是你找他 我想這樣做鋪 那他就覺得好啊 但其實他們是不會提你的 就算是很白癡的設計 他都會照整給你 所以這可能是一些文化差異 請人的部分 其實都又比起那個設備和裝修 有難一盤的 日本人 不過抗拒 和一個不是日本人的人合作 我們開始試過 又在那些專門學校那裡請人 又出廣告案 基本上是 直到開業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基本上是 完全是沒有回音的 今天就謝謝Henry的分享 大家如果對於日本開店有什麼疑問的話 就記得留言啦 拜拜 拜拜